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来帮你们介绍这个很好玩的游戏 那我之前在那个Yo Baby上面已经有介绍过一次 不过我想说我还想要做一点详细一点的介绍 因为呢我们家里真的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适合什么年纪呢 什么年龄都适合 只要能讲话有思想就好了 对 所以呢连小一年的小孩子也可以 只是有一些的问题你可能要帮他解释 他是适合大概四到六个人玩 可是两个人也可以玩 所以你只有你跟小孩子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跟他练习玩这个游戏 他说两个人以上的话呢 简单的玩法就是抽一些卡出来 然后互相回答问题彼此了解 有点像人家约会有没有 只不过你是跟小孩子在约会 好啦正式的玩法呢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这个计分卡 计分卡后面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计分 只要累积到就是二十二十五分的时候你就赢了 然后刚刚开始当然你也是自己调个颜色 然后从开始然后你每计一分就可以往前走 走到这个任务卡的时候这就是好玩的地方 任务卡片的时候呢你就要从这边抽一张共同的任务卡 任务卡里面就有很多 就是家庭玩乐的东西 像这个是什么由最高的分 最高分的人来开头每个人说两句话 然后来编一个故事 那个还不是最好笑的 这个是给彼此一个温暖的拥抱 这个也蛮可爱的 那是可能人家约会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吧 小孩子的话就有温暖的感觉 这个呢我小孩子很喜欢就是可以一起拍一张很夸张的归脸的自拍照 对 所以像这个的话小孩子就很喜欢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自己全家人排列成一条线看能排多长 所以有的时候从客厅一直演到就是楼梯口啊还什么的 所以他们还蛮喜欢 所以这个计分卡在这里好像有六张 对 所以最多六个人玩 要不然实在是玩太久了 对 我们四个人玩大概就可以玩个四十多分钟了 嗯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怎么样 最主要是 它是 呃 我是拿来练习中文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卡片 英文的我有买过 然后我一直想要中文的 因为就是练习中文嘛 Why not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 它里面呢 呃就是有好几个项目 好像有七种 每一个就是一个颜色 比如说紫色的这个呢 就是你会不会 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情绪 OK 你的情绪你自己了解多少 所以呢 比如说抽到你 然后你把它翻开 你就那边 哦 就是一大叠的卡片 你就会抽一张 然后小孩子就翻过来 然后家里不会念中文的 爸爸或者妈妈也可以跟着一起玩 因为他们可以用英文回答 那小孩子就可以念中文的 可以认字 然后可以用中文表达 我上一次感到很生气的时候 我上一次感到很生气的时候是 我还记得我小孩子说 生气的是有关于我的 那讲我的什么我就先不要讲了 因为还丢脸 拿到一盒超美味的点心 你立刻想要和谁分享 这很可爱 这是你的人际关系 好像刚刚 然后呢 这个是家庭的关系 就是你的父母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你觉得特别的暖心 我本来以为他说特别的生气了 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 有的时候会问说 你妈妈做什么让你生气 就想潜一个问题 这个是发挥想象力的 如果你想要跟任何一个人 就是一起吃晚餐的话 历史人物也可以 你不觉得 这个很像 就是在学校或是 以后申请学校 人家会用的那种 很讨厌的面试问题吗 有没有 那考试题目都有这种 如果你想要跟伟人吃饭的话 你会找谁啊 对不对 你会认选一个人 可以跟他恭敬晚餐 你会选谁 实在是 然后呢 就讲到我的第二个 不是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点嘛 就是因为小孩子现在会中文的 然后我们也会写字的 然后就是 无助音的阅读也越来越大量了 那我现在就是 之前也有在写日记啊 什么的文章 可是因为现在年纪大的一点 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 我有的时候就会抽一些这些卡出来 然后叫他写小文章 狠狠吧 我就会说 如果你想跟人一个共 就是共进晚餐的话 你会选谁 然后我会说 告诉我三个理由 为什么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改 不是历史人物 有的时候会说 历史人物 有伟人也可以啊 伟大的女性家呀 对不对 因为现在小孩子学校在学 伟大的女性家 然后呢 这边是什么 一起动动脑 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独自在路边大哭 你会怎么做 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很好笑的回答 就是 就是脑筋急转弯之类的 小朋友的想法 就是跟我们比方 比如我们说 哦大哭那你过去安慰他 还是干嘛的啊 什么的啊 有的时候他会说 不要过去 万一他是陌生人派来骗你的怎么办 什么呢之类的 他说当小孩比较好 因为 这样好 我小孩觉得说 放屁的时候人家不会嫌你臭 可是呢 现在大一点 如果把它当成那个作文来写的话 可能要比较严肃一点 我会叫他找别的理由 对 你看我最喜欢自己的某种特点 这我就是 还是就是认识自己 最后一个项目 哦这是情绪 哦这刚情绪那种 所以他是 对不好意思啊 是六个项目 不是七个 所以有六个颜色 对 好 那 我很 就是 我很 我很喜欢 这套 可以说是游戏 可是也是可以说是 帮小孩 就是 了解他们 自己的一个工具 还有了解爸妈的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真的玩得很开心 大家聊天聊很开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累积分数以后 他们就很激动 这样子一直想要赢 所以呢 他这部分还有说你 你那个答完问题了以后 还有一个人可以抢答 对 那如果他们想要回答 他们可以抢答 所以训练 你想的多快 回答的多快 然后给的理由是 当然玩的时候给的理由 不需要这么的 不用这么的像写作文章 就是好玩就好了 不过我觉得开文章题目 我觉得不错 然后这个玩的时候 就会让他们练习就是想快一点 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最 他们最喜欢的部分也是这个 共同的任务卡 我刚刚说了 就是会叫你做一些 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 以 家庭 就是抽时间 你看 像一个代表家里的logo的标志 不是很可爱吗 他们就会拿出纸来 然后就是画一些官 家里有官的 比如说我们家很爱烧菜啦 或是我很爱买锅子跟刀子 所以他们上次就画了一堆的锅子跟刀子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会比较了解 爸爸妈妈你们 对 那你们想要的话 也可以有的时候 拿出来跟朋友喝酒的时候玩 也不错 好 不是我说的 OK 好 还有约会的时候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拿来买给不同年龄的人 真的是谁都可以玩 不一定是家庭 OK 只是我喜欢跟我的小孩子一起玩 可以我们练习讲中文吗 对 练习读中文 然后练习自我表达这样子 都很好 好啦 现在呢 赶快去买吧 好 就这样子咯 拜拜